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试探女人也不难 不用费太多的心思 最便捷的方式就是用几个字的信息去验证她的反应 她给你的回馈就决定了你下一步的动作 男人有必要掌握好这个方法 一般来说 女人能不能撩 发三个字验证一下 大致就清楚了 男人给女人发想撩你 往往是最直接的办法 当然 你不能太认真 而是要装着跟她开玩笑的方式 如果你很认真地对她说这种话 可能会让她感觉不自然 弄不好还觉得你这种男人很轻浮 但是 当你找个适合的时机 用玩笑的方式来说这句话 她就不会有尴尬的感觉了 因为她也没有确定你是不是真的想撩她 这时 她就算心里对你没好感 也不会表现出生气的样子 女人就是这样 在事实没有明确之前 她们不敢轻易表露心机 以此保持女人的颜面 因此 当女人收到你这种玩笑话语以后 就会有两种状态 对于心里喜欢你的女人 她一般会暗示你 希望被你追求 渴望跟你发展 她的话语通常是 想撩可以呀 看你有没有本事 或者 本姑娘可不好撩 等等 一旦女人这样回复你 说明她不排斥你的撩拨 内心里就想跟你交往 与之相反的 是不想跟你谈感情的女人 就会对你的意图委婉拒绝 她会回复你 感觉怪怪的 别说这种话了 或者 别多想了好吧 等等 女人这样回你 其实就是不想跟你交往的意思 希望你不要再有这种想法 所以 男人用这三个字 去试探女人 基本上可以达到清楚的答案 女人能不能撩 心里也就很清楚了 二 约会嘛 男人若是喜欢一个女人 还可以用这三个字 约会嘛 去验证她的反应 这是比较简单高效的方法 当然 这种话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你跟女人之间 是熟悉的关系 彼此都不陌生 如果对于初次见面 你就很想去聊播的女人 就不要说这种话 以免她对你产生不好的印象 这时你要先想办法 加个好友 再慢慢培养感情 消除彼此的陌生感 然后再用这几个字 去试探她 如果你跟女人的关系 比较熟悉了 问她约会嘛 这时她一定会给你回应 不管女人心里喜不喜欢你 她都会向你给出反馈 那种置之不理的女人 基本上是很少的 如果女人喜欢你 心里很想跟你深入交往 她就会回你 可以呀 或者跟你约会 有什么好处 这类话语 这时你就可以大胆撩拨她 向她正式地提出约会请求 一般她不会拒绝你 明确的女人愿意跟你交往 你就要抓住机会 主动追求她 相信很快就能收获 想要的爱情 反之 女人若是回复你 有毛病吧 或者我们不合适 之类的话语 这就说明她 不想被你追求 不愿意跟你交往 对你并没有喜欢的意思 那么你也就 不要去撩拨她了 以免她对你生气 甚至删除你 不再跟你来往 男人通过验证 了解女人的心思 对追求女人 是很有帮助的 也能避免浪费彼此的时间 希望多多掌握 三 我陪你 男人想知道女人的心思 还可以说到 我陪你 以此看她的反应 这种话比较暧昧 但也能体现你的真心 往往能让女人 感受到你的诚意 当她不开心的时候 或者生活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等等 你不妨跟她说这种话语 如果女人心里 对你也有好感 她会觉得你很细心 是个很体贴的男人 心里瞬间会感觉很温暖 这时她回你的信息 都是很积极的 也很开心 带有一丝安慰和感激 这也说明 女人愿意被你撩拨 期待能和你产生感情 她没有排斥这种暧昧的话语 就是她给你的暗示 男人若是遇到这样的女人 就不要错失机会 一定要大胆追求 对她更加主动 相反 如果女人并不想跟你继续发展 她就不会给你暗示 还可能对你的暧昧很生气 这时她就会明确地告诉你 她不需要你赔 更不需要你的安慰 会跟你划清界限 当她的反应比较激动 明确拒绝你的暧昧时 她就已经把你排除了 男人看到了她这种反应以后 就不要再去撩拨她 不要惹她生气 如果你继续纠缠 她可能会删除你 所以 男人想知道一个女人能不能聊 不妨用这些话去验证一下 从她的反应中 相信会有清楚的答案 聊女人之前 多换一些心思准备 会让你更加顺心 肯被你撩的女人 及时大胆追求就行了 而对于拒绝你的女人 也可以省时省力 省钱 避免盲目付出 爱莫生说 说到底 爱情就是一个人的自我价值 在别人身上的反应 男人面对喜欢的女人 不妨用这三个字 去验证和试探一下 做到心里有底 感情的道路 才能更加顺利 当你的女人说 想撩你 约会吗 我陪你 她一定会给你反应 无论接不接受你的撩拨 都会给你一个明确的结果 男人学会用这三个字试探女人 从她的回馈来决定 要不要追求 这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不然 你盲目付出 到头来女人 根本就不想跟你在一起 你所有的付出 就白费了 实在不值得 希望男生 能学会观察女人的心思和反应 顺利聊到自己 喜欢的女人 中年女人面对婚姻 面对生活 面对工作 都已经很疲惫 很劳累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年女人会过得很压抑 这个时候呢 中年女人和你在一起 如果她想要跟你发生关系 那么这个女人会把她的这三个隐私 让你知道 第一 张先生 想跟你发生关系的中年女人 会主动告诉你 自己 她心里的秘密 一个月前 我通过微信 认识了王蒙女士 两个人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只是添加了微信 刚开始 只是闲着没事 无聊的时候才会偶尔聊一句天 但是 随着两个人之间的交往密切 也越来越熟悉了 后来聊天聊的也越来越多了 她会告诉我很多她的事情 很多关于她的秘密 她告诉我这些秘密 这些心事 在现实生活中 我不能对外人说起 不知道怎么对外人说 但是 在这个虚拟的网络当中 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我们都是彼此不曾见过的陌生人 王蒙说 其实 我家里的条件 也不是太差 儿女双全 这一切看似幸福完美 但是 我却过得不幸福 原因就是我 因为我老公 喜欢喝酒 喝酒后喜欢 喜欢发酒疯 会打我 这些年 我都不知道 被她打了多少次了 但是 我不忍心丢下孩子 所以 我一而再 再而三的人气吞声 坚持了下来 这样的日子 让我感觉好累 好辛苦啊 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了 我也是个 有家世的人 我不知道 她对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想跟我有点什么 发生关系 还是怎么样的 总觉得 她跟我聊天的时候 有一点暧昧 因为 我有家庭 所以 她约我见面 这样的话 我都拒绝了 我都 委婉地拒绝了 我不能对不起 我的老婆 对不起我的家庭 第二 王先生 想跟你发生关系的 中年女人 会主动接近你 主动靠近你 跟你有肢体接触 我在我们那一块 算是事业有成吧 我在家里 开了一个厂 然后 我那些朋友们 没有工作的 我都让她 到我的厂里 来上班了 我平时也没有什么脾气 所以呢 身边总是有很多好友 不管男的 还是女的 其中 有一个女的 就是这样 我知道她家里 最近出事了 原因就是 她的老公 出车祸了 可能下班生 瘫痪了 所以呢 她想要的夫妻生活 她的老公 可能给不了她 所以呢 她就瞄准我了 我在厂里 是她的领导 私底下 我们是无话不说的好友 她向我汇报工作的时候 就总是喜欢跟我靠得很近 这样我尴尬不已 我觉得这样 很不好 显得太暧昧了 再说 跟她的老公 也都认识 也都是朋友 这样做 也对不起她的老公 但是呢 她就是意识不到 有一次 我直接了当地挑明了 我说 这样会影响工作的 这样不好呀 结果她对我说 你也知道我老公那样了 从此以后 我想要的 她再也给不了我了 我也是个女人 我也有生理需要 找别人肯定不好 找你是最适合不过了呀 说完之后 我就狠狠地批评了她 第三 李先生 想跟你发生关系的中年女人 总是会私底下约你 跟你约会 跟你单独相处 我经营了一家小公司 算是小有起色吧 是一家公司的小老板 王女士呢 是我的一个客户 她是女强人 王女士是那种 很要强的女人 对于工作 她总是非常认真 所以 她的公司起色 也非常的好 效益 也不是太差 但是对于感情 却没有什么好说的 因为 她婚姻不幸 离婚了 这些年来 一直都没有再找 一直都是孤身一人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上下班 一个人打拼 所以 这些年 她的公司效益很好 因为她把所有的时间 都用在工作上面 我们两个人年龄相仿 再者说了 因为工作上的事情 也有来往 慢慢地 就成了朋友 平时会没事一起约着 出来喝喝茶 聊聊天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 也不好 因为 她毕竟是一个单身的女人 而我有家事 但是爱于面子 又因为 她是我的客户 我没有办法拒绝 还是硬着脸赴约了 有一次 她约我喝酒 当天晚上 她喝了很多 也不知道 是真的醉了 还是假的醉了 我送她回家之后 她强烈地要求我 陪陪她 陪她一晚 跟她上去 我说 不了吧 不太好 怎么晚了 我老婆还在家里等我呢 作为一个男人 我的直觉告诉我 她只是因为太寂寞 太孤单 想要找个男人陪了 可能还想跟人发生关系 一般来讲 人到中年 女人想和你在一起 想和你有感情 想跟你发生关系了 才会让你知道 她的这三个隐私 要不然 她才不会嫌得无聊 去把这些隐私给你看 你觉得 是不是这个理 女人和男人不同 男人对待爱情 一向不喜欢被约束 时常大大咧咧 没有太多的心思 而女人则不同 天生 心思细腻 敏感多疑 时常将自己 陷入爱情的困境中 当自己没有遇到 自己心意的男人 会在内心 设意到防线 也不会轻易地流露出 自己内心 真实的想法 甚至时常表现得很拘谨 但是 当女人真正遇到 生命中 她认为对的人 她会在不经意间 将自己所有的秘密 告诉你 甚至 想和你亲密地接触 身体的触碰 其实这些小小的细节 和举动 就是她表达爱意的方式 作为一个男人 一定要懂得 所谓的这些暗示 如果你也喜欢他 就不要错过 这样的表达方式 否则 错过了后悔不已 当女人情到深处时 一定会给你 碰触身上这三个隐私 作为男人的你 别不当回事 一 心底的秘密 每个女人的人生中 都会遇到不同的男人 同样 男人的感情世界 也不可能只是单一 关于前任 对于很多女人来说 都是抹不去的伤痛 不愿意再提起 但是 胡敏却不这么认为 她曾经也在过去的伤痛中 好久未能走出来 时隔好几年 她通过同事的介绍 认识了李重枝 一个性格老实质朴 又认真工作的人 李重枝把胡敏 宠成了公主 并告诉她自己的过去 而原本内心紧闭的胡敏 也慢慢地敞开心扉 她不想隐瞒自己眼前这个男人 把心底 拿点秘密 告诉了李重枝 原来 胡敏之前和前任 拍了婚纱照 订了婚 差点结婚了 最后因为家庭的原因 还是分开了 这件事情 一直是她心中的结 但是李重枝 说不在乎她的过去 只要现在 他们彼此感情好 就行了 正因为如此 胡敏也放开了心扉 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真的是 遇到对的人 才会毫不犹豫地 告诉她所有 二 和你有身体接触 恋爱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通常都是男人喜欢主动 女人相对来说 比较害羞 面对男人的主动 和有意无意的身体 接触 总是难以抗拒 甚至会加深彼此的感情 其实 不仅是男人 女人 也会运用这个方式 而且 一旦有了身体接触的想法 说明女人真的爱上你了 戴婉玉 从第一次见到浩景 就心生情愫 不能自拔 想尽一切办法 才找到 经常和浩景 接触见面的机会 她怎么都不想 错过这个机会 有一次 她活蹦乱跳的 跑到浩景面前 对她说 最近 我学会了看手相 浩景 要不要试试 浩景 先是拒绝 但是 婉玉 一把抓住了浩景的手 在她手上 轻轻地画着 指着 眉眼中 流露出 情意 让浩景 有些不好意思了 只有真心 喜欢一个男人 女人 才会毫无抗拒地 去接近 哪怕是身体的接触 也不排斥 三 自己的生理期 女生 最避讳的隐私话题 就是月事 必定每个女人 每个月 总有那么几天 如果 连这种事情 都会毫不避讳地 告诉你 那一定是对你 动了情 阿浩和紫棋 是在公司年会上 认识的 两个人 很聊得来 但是 总是有一成纸 没有统开 这天 阿浩在忙 一个策划方案 突然 接到紫棋的短信 我不舒服 肚子疼 阿浩立刻请了假 来到紫棋的公寓 一进门 就看见紫棋 躺在沙发上 动弹不得 还捂着肚子 脸色昌白 阿浩立刻明白了 熬了生姜 红糖水给她喝 还弄了热水袋 给她捂着 紫棋喝完 红糖水 睡了一觉 醒了之后 就好多了 跟没事人一样 紫棋看着阿浩 用心的样子 随机 躺在她的肩膀上 有时候 不需要 直接的表白 一些小动作 就能表达一切 如果一个女人 连生理期 遇到的事情 都和你说 不是喜欢你是什么呢 你是否也因为 自己傻傻 不知道这些细微的动作 而错过爱情和幸福 作为男人 当幸福降临到你身上的时候 对方一定会有一些特殊的表现 只要你们稍微用一下心 就能感受到女人的别有用心 对你动了情 才会让你喷出身体上这些隐私 记住哦 有的幸福 就是我们身边 我们却傻傻的不知道 又或者反应迟钝 有可能会让幸福悄悄的溜走 其实当幸福降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会有一些特殊的表现 作为男人的我们 只要稍微地用一下心 就会感受到 女人对你比别人的 与众不同之处 那种表现是装不出来的 女人要守住底线 不然打破将会循环往复 究竟城市开头难 出轨自然不例外 有出轨和无出轨 有大不同 然而出轨一次和出轨一百次 没有根本的区分 作为男人 要心里有数 不要被女人戴上 树顶绿帽子 还被闷在鼓里 为了帮你 让出轨女人无处长生 以及顿心 以下容易出轨的女人 还望你能数据一心 争取让出过轨的女人 早日圆形毕露 一 虚荣心特别强 因为自己的男人 可以满意他一时 不能满足他一世 带到男人 没法满意他日趋增长的虚荣心 他就会这一山望着那山高 常常拿其他汉子 跟汉子相提并论 不是对面下李嘉欣了 就是格林小刘升职了 尤其是年末参加同学聚会后 他的气更是不大一处来 简直他的个别男同学处处强 相形之下 本人到处弱 除此以外 女人常常埋怨本人瞎了眼 看错人 可见女人已开端懊悔 十有八有 会做出盲阳补牢的举措 不情愿让谨慎不多的青春 浪费在自己男人身上 而女人非常爱喝酒 不止在家里喝 而且常常消费在各个夜城 并且她们的交际圈复杂 本以为她成婚可以有所收敛 但是事到现在男人发现自己错了 恰恰消反 女人放荡不羁会变本加厉 在她认为反正人身有了归宿 不愁身败名裂没人要 真因如此 会参加和出席 或大或小的朋友 以及同学聚会 每次都不醉不归 以致会被男人从未见过的陌生男人 开车送到楼下 面临此时此景 男人要细思及恐冷 现实世界里总有一些正经和不正经的人 这种情况在男女关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有些人在感情中往往比较随便 喜欢见到一个爱一个 这样容易以性别恋的人 在婚姻中最容易出轨 不管是对于男人来说 还是对女人来说 都是如此 假如一个女人有以下几种表现 那么说明她的内心 是比较随便自由的人 男人可要长点心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下 仅供讨论 请勿对号入座 女人在聊天上比较随便 大部分女人在面对男人时 不会太随便 一般情况 我们见到的女人 都是比较矜持的 但是这些表面想象 也可能是她伪装出来的 所以要想了解一个女人 就要学会和对方聊天 对于在聊天上无所顾忌的 会讲很多婚段子的 同时也不会脸红的女人 最有可能出轨 因为她的思想上 可能就是比较随便的人 所以在处理婚姻家庭之外的 男女关系时 很容易犯错误 女人在身体上比较随便 其实女人的身体都很金贵 所以一般情况下 不会随随便便交出自己的 所以男人在追求女生的时候 就需要比较费劲 但是假如一个女人 经历的男人多了 那么她就会变得比较随便 至少在身体上比较放得开 所以如果你在和女人交往过程中 发现对方比较随便的话 那么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可能对方将来以后 结婚了会很容易出轨 女人对婚姻比较随便 假如一个女人 在自己的婚姻选择上比较随便 那么就说明她不是很看重婚姻这个形式 至于结婚对象可能也不是自己最爱的人 所以在结婚以后 如果有机会遇见自己真正爱的人 那么她就会很容易发生婚外恋这种事情 虽然有这些情况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这样 也还是有很多好姑娘在等你 但是有时候男人就是喜欢那种坏坏的女人 就好像女人都喜欢那种皮皮的坏男人一样 长得坏坏的到处留情耍帅的男人 但是结婚的话 女人还是会选择老实的男人 所以对于男人来说 就是一种取舍的问题 也有可能这种特质在我们出生之初 就已经在我们的基因里被决定了 最后感谢大家的阅读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